大家好,我是Da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被资本主义降服的黑心们 在舞台上成员米娜被尤拉的腿扳斗了 虽然尤拉的上半身有担心米娜 但是下半身却在工作 宇杰森曾经在节目中说过 自己非常不喜欢普莫 喜欢金莫 但是在年年期听广告 却表演了普莫 Highlight成员允渡君也说过 如果有人把降临到自己的肉上 就会很生气 但是在出演的电视剧 却拍摄了《糖醋肉就是普莫的海报》 成员提友在节目中说过 自己看电影的时候不会吃爆米花 但是在代言的三夜冰淇淋广告中 已没有爆米花就不能看电影的普通孩子出演了 Impunity队长曾与 在美容签名的时候写了 音乐是Melod 在Mnet写了 音乐是Mnet 在Neighbor Music写了 音乐是Neighbor Music Exo成员Channier 在喝了很酸的柠檬饮料之后 马上做出了资本主义微笑 Shiny成员Key 将代言的运动鞋戴在手上了 Astro的成员们 在喝了一口饮料后 一开始没有控制住表情 但是马上也露出了资本主义笑容 结果在《普莫的海》歌曲中写了这样的歌词 一开始我就跟念书没有缘分 天涯式教育 托役托福能怎样 聚集了只为大学口试的天涯式教育 但是Giko却代言了脱衣广告 甚至还说了这种台词 要跟OBA学习脱衣吗 有的亲国PBG成员辛比曾经说过 搜索辛比的话 只会出现辛比阿BAT的辛比 所以很烦 结果却唱了辛比阿BAT的OST 甚至还努力地宣传了这部漫画 从中也曾经说过 自己只吃鸡胸肉 不知道鸡腿哪里好吃 但是在代言的炸鸡广告中 却拿着鸡腿 阿东女级权以恰恰虽然兄妹 平常能看到这种现实兄妹的样子 但是也会拍这种资本主义照片 而且在主持人要求的时候 也会这样非常有爱的互相牵手 旁贪虽然的结合很怕涉 但是拍海豹的时候 却做出了这种资本主义微笑 然后就是最有名的青龙电影讲的 红醋饮料 很多艺人们都没能控制住表情 但是椅鸡胸在喝了一口之后 完美地控制住表情 展现出影帝的威严 果然是我的椅鸡胸 很 啊 对 啊